哈囉大家好我是莉莎 今天我要來解密當初我家辦投資移民是投資什麼項目 娃娃TV 其實我本來是沒有打算要說的啦 不是因為這是什麼不可公開的秘密 而是我覺得說了也沒有意義 因為每個時期有不同的投資項目 而這種投資項目是一旦額滿就會關起來的 譬如現在有A公司、B公司跟C公司 A公司希望獲得的投資總額是200萬美金 B公司希望獲得的投資總額是300萬美金 C公司希望獲得的投資總額是400萬美金 而那個時候我家辦投資移民需要的最低投資金額是50萬美金 也就是說如果每個辦投資移民的人或者是家庭 都投資一個項目或者是公司50萬美金 那A公司就有4個名額 B公司就有6個名額 C公司就有8個名額 那假如我投資A公司好了 那我就占掉了一個他們的名額 當A公司在找到其他3個投資他們的人之後 他們就額滿了 其他投資者就不能再投資A公司了 他們可以去選擇其他還沒有額滿的公司 像是B公司或者是C公司 好啦聽我簡單說明了一下這個投資移民項目的運作之後 大家是不是就知道我為什麼從來就沒有在影片裡面說過 我家是投資什麼項目的了 因為根本沒有意義嘛 我家投資的項目早就已經額滿關閉了 所以就算你們知道我家是投資什麼項目的 也沒有辦法再去投資同一個項目啦 不過真的是太多人私訊問我了 所以我就在今天公開的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家是投資什麼項目的 聽好囉 我只說一次喔 我家投資的呢 是Sony影城 我知道的也就這麼多了 投資的過程呢全部都是我父母去辦的 就算我知道啦我也不能說太多啦 因為我問過律師了 這好像是有涉及到一些法令的問題 所以就算我知道我也不能說 雖然我什麼都不知道啦 我知道的就是有拿出50萬去投資一間公司 然後審查通過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到美國來報到拿綠卡了 這個我在蠻多部有關移民的影片好像都有說過啦 有興趣的朋友們呢也可以自己去找來看看喔 我是Lisa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或是覺得有幫助的話呢 不要忘記幫我按讚加分享 還沒訂閱的朋友們呢 也不要忘記幫我按下訂閱 然後記得打開小鈴鐺喔 另外Lisa也有Facebook跟Instagram 有興趣的朋友們呢 也去幫我Follow按下讚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